他是勇敢者的游戏里,机敏锐智的艾伦 他是死亡室舍里,敢于打破常规的船长 他曾不辞辛劳,用一通通电话和无数的邮件 将一个身险抑郁症折磨的演员拉回正常的生活 而他自己最终却因为不堪抑郁症折磨,离开了人世 他就是被誉为喜剧银河中最闪亮的一颗心的喜剧大师 罗宾·威廉姆斯 对于这个名字,可能很多观众会感到一丝丝陌生 但如果看到他的荧幕形象 一股亲切熟悉的感觉就会油染而生 罗宾·威廉姆斯的喜剧往往不是那种会让你捧腹大笑到标类的作品 他给观众的感觉更像是一个风趣幽默的长辈 用他多彩的人生经历,亲切和许的语言 为处在低谷看不到方向的你,带去一丝温暖的鼓励 而就是这样瓶颈舒缓的喜剧 却没有影响他在观众心目中喜剧大师的地位 13次获得美国喜剧奖提名,10次获奖 4度入围奥斯卡,一次最佳男配角 说他是一名喜剧巨匠,丝毫不为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所到之处既是欢声笑语的喜剧人 私下里却沉默寡言,甚至显得有些孤僻 而他这种性格的形成,则源自于他那并不怎么愉快的童年 1951年,罗宾·威廉姆斯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中产家庭 母亲是个模特,父亲是一个严肃正经的企业经理 父母不曾给罗宾·威廉姆斯物质上的亏待 但却独缺了对他的陪伴 以至于小罗宾只能终入在房间里和他的玩具士兵伪伴 在一次采访中,罗宾·威廉姆斯描述那段经历时说 被抛弃的恐惧时时引绕在心头 而罗宾与喜剧结缘却也恰恰来源于那段经历 有一天,他和父亲在黑白电视上看杰克·帕尔主持的金夜秀 那期的嘉宾出场后,讲了一个关于如何利不松鼠的笑话 把父亲躲得前仰后合 这让小罗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电视里的那个家伙为什么能让不苟严肖的父亲这么开心呢 于是,小罗宾开始学习电视里的喜剧演员 通过模仿身面的人,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但性格害羞的他直到中学才加入戏剧社 开始在观众面前表演 而这一眼,他身上与生俱来的喜剧天赋就再也受不住了 1973年,22岁的罗宾被名校朱利亚音乐学院戏剧专业录取 在著名表演大师约翰·豪斯曼18首的调教下 罗宾退学了 是的,你没听错 但罗宾退学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而是因为他是整个学院工人的天才 导师豪斯曼也认为,学院再也教不了他什么了 留在这里只能是浪费光阴 离开学校的罗宾开始了他的竹梦演艺圈之旅 很快,他就出演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影 扮演律师和一个牙疼的病人 但悠悠的时候的罗宾还是一个无名小卒 电影上映时,他的戏份直接被一剪眉 这次的事宜并没有打击到罗宾 两年后他就凭借着电视剧《默克与冥帝》中的外星人角色而生命大造 剧中的罗宾发挥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 各种逗趣的表演,使这部电视剧在两周之内就成为全美收视率第七高的节目 罗宾也凭此获得暧昧奖喜剧类最佳男主角提名 电视圈顺风顺水的罗宾也没有忘记自己追逐大一幕的梦想 1980年,罗宾在《大力水手》中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男主角 但电影上映后,市场的表现极度糟糕 罗宾的演出也被批评过于浮夸 之后的罗宾又尽量出演了几部口碑极差的电影 连罗宾自己也表示,这些电影对于自己的表演生涯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直到1987年,罗宾出演了电影《早安越南》 在剧中他扮演一个风趣幽默的电台DJ 导演为了让罗宾身上的喜剧天赋彻底释放 给予了他可以不安剧本表演的特权 于是,本就对极性喜剧守到前来的罗宾 在这部电影里,向观众全方位无四角地展示他身后的喜剧功底 罗宾·威廉姆斯也凭借着这部电影第一次入围了奥斯卡 但罗宾的奥斯卡之路和他的电影之路一样艰难曲折 首次入围奥斯卡无功而返 两年后他又凭借着《死亡施舍》里的约翰老师再度入围奥斯卡 在这部电影里,罗宾将一个细心负责 敢于打破常规的老师演绎的入目三分 有多少人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才收获了对权威发起挑战的勇气 约翰·基天老师也成为了无数严密心目中完美老师的代表 那句台词《船长,我的船长》 也成为了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名场面 然而即便如此,罗宾还是与奥斯卡擦肩而过了 又两年之后,罗宾凭借电影《渔王》中的流浪汉语绝再度入围 而这一次又再度鲨鱼而归 直到1998年,罗宾终于凭借心灵捕手 拿下一座奥斯卡小惊人 这也是罗宾拿下的唯一一座奥斯卡奖 此时,据他首次入围奥斯卡已经过去了11年 自此期间,罗宾也出演了不少成功的商业片 我们内地观众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部勇敢者的游戏了吧 这也是我本人第一次看罗宾·威廉姆斯的电影 老实说,小时候的我是把这部电影当恐怖片来看的 里面出现的各种怪物让人胆战心见的同时 最后是又怕又想看 而最近一次在上一大片中看到罗宾 就是博物馆奇妙夜三部曲了 罗宾在其中饰演罗斯福 虽然戏份不多,但罗宾还是赋予了这个人物独特的魅力 在电视机大荧幕上持续发光发热的同时 罗宾也出演过线下的脱口秀 并且还风鸣一时 他经常会对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发表自己独到幽默的见解 而且时不时会拿自己酗酒的恶习开涮 观众被逗得前仰后合时 却不知道这些段子来源于他真实的生活 罗宾有着严重的酒精依赖症 虽然曾一度为了家庭和事业戒酒 但在2003年 他又再度过上了醉醺醺的生活 这一次他跑去戒酒中心戒酒 之后用大量的工作填满自己的生活 一旦无事可做 他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和孤独 与此同时 他被确诊了帕金森和中毒抑郁 身体和健身上的双重打击 让罗宾威廉姆斯的状态每况愈下 在拍摄他人生中最后一部电影 博物馆奇妙夜三时 他曾几度崩溃 在化妆室怀里抽气 然而就算这样 他依旧将自己开朗乐观的一面留给了观众 2014年8月11日 罗宾威廉姆斯被发现在自己的公寓中离开了人世 或许对于饱受病痛折磨的罗宾而言 这样的选择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那些被罗宾鼓舞未解的英明来说 只有无尽的遗憾和唏嘘 罗宾威廉姆斯生前曾说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只是努力想让别人快乐 因为我觉得这样我自己可能也会快乐 这大概就是罗宾威廉姆斯 坚持走了一辈子喜剧道路的原因吧 罗宾和他的喜剧作品 也将继续在这个世界带给观众他想要的快乐 好了 本期的《璀璨电影人》系列之 罗宾威廉姆斯就讲到这里 下期视频将分享一位出生在1952年的电影人 他在当年可被称为亚洲第一名男哦 他是谁呢 下期介绍 我们不见不散啦 下期视频